一念观山第一集讲了什么极具评 在前朝覆灭后 数十年的乱世让北盘与中原之间屡次发生冲突 中原九国各自为政 长期以来一直纷争不断 其中 以安吴两国的争斗尤为激烈 安帝好战贪婪 今年更是蚕食邻国的领土 而吴国则因国父民强而成为安帝觊觎的大敌 拥幼六年 安帝离损兴军域夺取吴锡金矿 引发了一场关键的战斗 吴帝杨行远则在天门关之南迎战 从而拉开了命运之轮的序幕 吴国的六道堂以珍姬刺探情报著称 而安国的朱一卫则以美女间谍而闻名 在一次孙时宜的寿宴中 众人举杯祝圣上齐开得胜 韩世子对县武的任如意产生兴趣 并示意他在散武后在花园相见 然而任如意却在途中受到另一官员的侮辱 幸好玲珑及时赶到解救他 由于韩世子看上了任如意 只要他能被带回府 并偷得韩世子父亲书房中的粮草图 安国在两国对战中必定能够获胜 任如意对韩世子表示不愿待在教坊 请求被带回府 韩世子贪图任如意的美色 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在宴席结束后将他带回府并纳为妾 然而在宴席中途 六道堂堂主赵继和提琦楼清强带人闯入 挑剔宴席歌舞 迫使孙时宜自愿献出受礼供六道堂查验 为了喜庆奸细嫌疑 孙时宜故意指认武女们是奸细 赵继下令将这些武女带走并杀死 六道堂提琦将武女们带走残杀 任如意和玲珑也陷入生死危机 玲珑展露武功开始反抗 但很快被六道堂提琦压制 玲珑受伤 楼清强认出玲珑是安国朱一卫的身份 认如意为保守身份秘密 打开杀戒将现场六道堂提琦全部灭口 并用要将存活的两名武女迷婚 玲珑对如意伸手之高感到困惑 但如意并未透露真实身事 玲珑不愿离开 她是为了还债才入朱一卫 但她喜欢的人玉郎仍在朱一卫分部 尽管如此 她决定回去 玲珑将身上值钱的镯子留给如意 后者为不欠人情 决定偷取寒家粮草图交给玲珑 以在朱一卫将功赎罪 同时希望玲珑能确保她的家人平安归家 楼清强传来消息 吴军在天门关惨败于安军 圣上也遭受不幸 在五日前的玉门关战场上 萧将军搜寻战场时 发现了龙香旗的火头军宁远州 两人的谈话引来了敌军的注意 宁远州不得已出手将搜寻战场的帝军杀死 宁远州试图趁机脱身离开 但被萧将军拦住 指着背后被射中的剑 宁远州则被圣上在战前听信谗言 娇奢轻敌 害了大家 他不愿在校中如此的圣上 首府张松认为国家不能一日无主 提议由丹阳王阳行剑继位为帝 吴后萧炎收到堂兄萧明来信 确认圣上仍然安全 只是暂居安国军中为客 他如今已有身孕 太医断定久成为男胎 虽然丹阳王对皇后的身孕表示怀疑 认为未必是男胎 但张松提议由丹阳王继续监国 待皇后生育后再根据男女决定国家的继位 张松质疑为何圣上被俘的消息是由萧明传来 而赵继所领导的六道堂却毫无消息传来 他亲自前来六道堂查看 发现宁远州在赵继统治下的堂中的密报全部失踪 因此斥责赵继掌权后自废耳目 张松试图调用宁远州暗中寻找圣上 以取回传位于皇后胎儿的圣旨 但他并不知道赵继为了害死宁远州将其送往战场 张松威胁赵继七日内寻回宁远州 否则他们估值都将不可逃脱死亡的命运 赵继安排楼清墙七日内尽快寻回宁远州 他坚信宁远州若在战场未死 必定会回来 任如意未等到玲珑赴约 来到朱一卫分部查看时发现玲珑已被杀害 原来赵继从岳先生处够得情报 突袭将朱一卫无都分部的人全部残杀 如意潜藏在暗处听到楼清墙逼问玲珑 并打断了他的全身骨头 而玲珑的情郎因为是岳先生的亲信而被释放 如意险些被六道堂提琪发现 他果断地将这名提琪杀死 随后带着玲珑的尸体离开